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朋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找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就真的不知道人们为什么《道德天尊》上身 《道德天尊》这个词是怎样来的,大马sir 《道德天尊》是香港漫画西游 郑健和作画的一部香港漫画西游的神话人物 它的外形像是一个青蛙 为什么有《道德天尊》这个名字呢? 它在先界以这个道德标准是很著名的 经常是高高在上的,用这个《道德》 去勸戒先界的人 要遵守道德,道德标准很高的 但它自己是经常有一些阴暗面的 看漫画你就知道 即是有口罵人就无口罵自己了 可以这样说吗? 它本身也不是看过《道德》的 是 在男女关系方面 好了 这些《道德天尊》就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就不是指个漫画的 只有一些人 简称 三个字读到《道德L》 这次好不幸运地 就是南韩射箭好手 金济德 他就舔了 就被《道德天尊》 即是我们俗称的《道德L》 攻击 其实他也挺厉害的 这次巴黎奥运会 就是以《男子射箭团体》项目取得金牌 不过 他就说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你很骚髒 什么骚髒 原来 他就是 点了个赞 咦? 点了个赞也不行? 原来他点了个赞 就是一个网美 即是在 社交媒体上的一个网红 他经常拍清凉照 包括他点了赞 那个照片 其实他也穿得比较清凉 所以我们就遮住了 但是你说 他IG放得上来 亦都证明了他没有违反任何社交规定 即是社交媒体的规定 而且这样的大把 会不会是你自己心邪 那么小报 其实这位网红 他的腹肌很厉害 我觉得他是 只有一种健康 不行 因为太过小报了 而且你点赞那些网美 是不是你心术不静 会不会是 觉得他不行 那些人才心术不静呢? 南韩不是一个 某宗教国家的 那么保守 现在令我 不会 为什么 为什么会不行? 我很惊讶 这个是来自南韩的媒体 主流媒体说的 有南韩 他的粉丝和其他的 南韩网民 好眼里发现了他 喜欢了一个网美 活跃于 这个是一个网美叫 又旦 在IG上面 就上传了一张 清凉照片 他就坐在 一张桌上 这个是一个 bench top 下半身就清凉了 穿得清凉 原来呢 怎么赞 就包括这位奥运英雄 金制得了 原来呢 这张照片 现在挺厉害的 有700万人左右浏览过 也有几千个赞 包括金先生的赞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不行 这样也要出征 这样也要骂 你们也挺高的道德要求 其实这个根本都不是道德的事 很普通而已 我觉得 泳衣那些 是吗 哎 原来不少网民 网民都发现 这个四折金牌 金制得 不单止 是有follow 这个邱丹 这个网红 更加是 好小部的照片 按了个赞 令到不少粉丝崩溃 甚至要出征 这个金制得 讽刺他 老板 如果是 他有follow 女友 那就麻烦了 是的 那就麻烦了 其实我是有的 我说明 我社交媒体是有的 哈哈哈 我还是有follow三相 我也是有的 有很多三相 这个不要紧了 原来也有人讽刺金制得 哎呀 原来是看着 美女去射箭 你别管他赢了金牌 就算赢不到金牌又如何 看着那个把射的 你说什么呀 他射是那个射 那个射 他射是那个射 是的 他意思是这样的 你证实不了 这些 你说什么呀 一个点赚而已 所以我和大马尔很讨厌这些 有些人就是一只狗立场狗 他就想到其他东西 究竟是李心邪还是什么呢 我真的不明白 有人说 果然是食息盛日 原来奥运金牌都是凡夫族旨来的 是凡夫族旨 是年轻人来的 而且韩仔也挺帥 你不是这样的年纪要别人清心寡慾 还有什么问题呢 有人说 不行了 我崩溃了 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 有人说 你这么喜欢看美女 不如好好练习写截 不好意思 他赢了金牌 而且我们说过 也不能用金牌来衡量一个运动员 所以我非常赞赏嘉朗说的 就是很多前人 留下你的脚印 我们才能拿到金牌 对 非常大气 亦说不可以只关注拿牌的人 他在接受访问时 也有用手蚕叫他身边的队友 也在记者面前说几句 他自己独立了所有光环 他很尴尬 如果只是一个人说完 他觉得队友很尴尬 当然也有人说 看美女是个人自由 你不用灭毛 你不用这样也会出征 也有人说看美女按个赞 跟射箭金牌 的实力没关系 也有人说 你们自己 自己心邪 你看到什么都是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对 下马到英雄来说 哈 这张照片很普通的不得了 哈 只是清凉一点 不行 不行 我觉得如果不行的话 会是你们自己心邪呢 你为什么这样呢 我们来看看 原来 这届奥运 也是很多帅男美女 原来这个外媒 也是选了 六大 是 奥运美女 第一个 这个很有名的 就是德国田径好手 Elica Smith 斯密特 他也很高 1.75 亦是大长腿 健健 很健康 亦被称为最性感的运动员 无论他穿运动服 以及他自己 平时出街打扮 都很好 第二个 就是乌克兰体操之星 就叫 奥鲁匪 奥鲁匪当然也是 明日之星 乌克兰 其实 乌克兰 当然没有俄罗斯 俄乌这两个国家的体操运动员 都很出名的 都是以样貌 很捐好 第三位 原来来自哥伦比亚 他真是射箭 就是阿哥斯达 阿哥斯达 你知道拉丁人 眼睛很迷人 他也是 精致 亦是 非常技术好 第四个 这个有很多人报道的 土耳其的排球运动员 这个很名 Gunders Gunders 你知道 第 你也有这么高度 因为他差不多2米 1米98 他说 他卖完我进去97 不要紧 你这样的高度 97和98 都没有什么人 是有什么大区别的 但是 他这个 你知道 那些 排球运动员 脚肯定很长 很多都是 不是全部 当然 他的臉 相当漂亮 有长腿和甜美的笑容 我们经常都说 你生得 很出众 羊毛 很漂亮 英俊英俊 你做任何行业 只要是幕前 都是很大优势 在一堆运动员 一看就看到你 外形 没有办法隐藏 对 这个就是第四位 我觉得他很高大 第五位就是 以色列 游道女神 就是Sandberg 他也是身高1米7 也是 以色列历史上最年轻的 奪牌运动员 当然 他也是大眼 龙眉 亦是两个字 错乱的感觉 很甜美 第六位就来自亚洲 这个也很红 这个红 其实很多内地的 这些自媒体也有提及 这个 Kawaii 没错 我觉得是挺典型的日本女生样子 这个 被称为 日本羽毛求小可爱 自田千仰 Kawaii 是一个可爱的代表 三个字可以说 什么呢 唇 鸽 甜 对 他的招牌就是他的笑耻 对 融化人心 对 他五官和灵动的大眼 再加上招牌式的老耻笑 阳光 并且 被人家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媒体说 他的心 都会觉得很开心 看到美女的心开心也很正常 对吗 要不要 要不要 都得天专 你干什么 怎样赞 你最好看好了 怎样赞也不行 什么事 真的很惨 怎样赞 你怎样赞 我人 我是普通人 我是普通人 看到好东西 喜欢的 怎样赞 都说不行 你干什么 我崩溃 崩什么 我看到 你们那些人崩溃 而且 其实 说他人也挺多 不是少数 永远不是少数 看来现在 做运动员的社交媒体都要小心一点 我觉得最好开个小号 对吗 开个小号就好一点 这位 阿哥仔 其实 金制德 真的很年轻 他在04年出生 刚刚过 04年4月12日出生 刚刚过 当然 他也是 很厉害 你知道南韩的射战也是传统项目 传统优势项目 包括其他 其实他很多的 小球也挺好的 羽毛球 乒乓球 乒乓球也不错 南韩 射击 射击射战也很厉害 射击射战也很厉害 你看回他们整个射击射战 金牌也挺多下 还有其他的 南韩还有 一些项目也是不错的 他也是金牌选手 年轻人 看看美女有什么问题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